作曲 李宗盛 温室无非 逃避再或遇 上汉仗照镜子 旅行仍此诗 曾相像太套力 太多识意 孤单的滋味 天知我知 太幸福说时 也许要变过几次 封不够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多 就是多一次 不借的思念 永不可揭智 追着近的事 已经错过某刻痴 请让我赞心中拒絶 认真说你知 你可不可以帮忙找紫霖吗? 任何可以帮的, 我都要试 我走过很多山路, 都找不到 紫霖, 只要你平安回来 你终于怎样呢? 乔小姐的手没事吧? 所以医生建议她去德国医 所以你要见她去趁躲, 躲几天 进来吧 許Sir 送给你 谢谢 很漂亮 你的手没事吧? 没什么, 还有一点疼 不过你放心, 我就没事了 其实我小时候也试过 踢球弄断的手换 不过你不懂得死, 还在打电话 搞得很久才能痒痴 所以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不要乱动 如果生得不好, 手末就长了 知道 你怎样 我…我先打一盘花 谢谢 其实一个人登山也挺危险 如果下次你想登山, 叫我陪你 看过鬼不暴拍吗?我下次… 子林, Dr. Kelly 原來你有朋友來探望你 我不妨礙你們,你們來聊 不妨礙,我怕妨礙你們就對了 我說兩句就走了 好 什麼事? 我派你們去醫院門 所以買了一些去德國的旅遊書給你看 謝謝 你放心,我是德國讀教授的 那個很熟悉,還有很多朋友 這次我跟你去就一定妥當了 對不起 好,我馬上回來 不好意思,警官有點事,她要走了 總之你好好休息,有什麼事回來再說 那我回來再找你 那我先走了,再見 你笑什麼? 笑你跟許Sir 對,細橋先生已經把你們的事告訴我 其實整件事由始至終 知道最清楚的就是我 雖然你們的例子是萬中無一 但也不代表沒可能 正如我之前跟你說過 你最初對許Sir的確是一種依賴 然後慢慢轉化成為一種疑似感情 但那種又不可以叫愛情 所以她過了一段時間 這種感覺就慢慢淡了 我知道,你早就說過我們是不可能的 那你又別這麼說 正所謂有危就自有機 如果不是你這次再次遇險 許Sir再次在你身邊出現的話 你就不會發現原來你跟許Sir之間的關係 已經衝破了依賴 成為真真正正經歷考驗的愛情 你的意思是… 這些全部都是你估計之內? 不,我從來都不估計 這些都是我的專業判斷 總之無論如何,我偷看你跟許Sir的 我們剛下飛機,司機接了我們 Kelly現在跟醫院正在聯絡 稍後再打電話給你 小心點,不要再弄傷你的臉 我知道了,有Kelly陪我,你不用擔心 對了…記住,有什麼事 一定要打電話給爸爸 知道了 你平安到埔也笑得這麼開心 你看,進來吧 帶一條舌頭進來 行… 山哥,水哥你在這裡,很適合 Soon,你不是去大馬嗎? 我翻過來吧,你們真沒想到 我的大馬是不斷繞個圈 有很大的收穫 大鑊還是大收穫? 水哥,你不要經常玩,我行不行? 好了…怎麼樣? 是不是有什麼新的想法? 還是有什麼項目想找人泵水? 是呀,你們倆很厲害 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不過這樣就不是我想出來的 就是大馬那邊有個猛人 他想出來的 他想找香港的夥伴一起搞 猛人? 是猛人嗎? 阿水哥,你別這麼說話了 真的,這個猛人真是真是… 猛人真是像水哥,你所說的,不得了 他就是印尼的超級富豪 錢就滿了寫的 很有趣,他看到我一件如故 有很多事談 他說有一個項目想找香港的夥伴 一起搞,我當然說好 但這個項目實在太大了 我這種事摸雞皮疙瘩說不出事 所以回來就想著約他 和山哥、水哥 和基哥、汪哥、韜哥 幾位叔叔一起來飯局 一起商量一下,有錢一起賺,對吧 畢竟這麼多年 這麼多位叔叔你們一直支持我 對我不博,希望報答一下大家 印尼超級富豪? 別說人說你也相信 不,東南亞沒有人不認識他 你們這些大媽媽一定認識 他叫薩波娜 真是糟糕,不是大修王 可能想著叫Sean過去那邊搞老場 他就不用黏著紙琳 那我們就可以安安樂樂樂 誰知道現在更煩 全世界這麼多有錢人 怎麼是要黏那個人回來才行 其實應該猜到了 Sean過去那邊 一定會和當南找大商家聯絡 不過小時候想不到他會殺到他 難道真是天意? 你…會不會是人為? 你想想,這麼多年以來 他在印尼,我們在香港 大家各有各做,不相枉環 全世界這麼多地方可以招商 就算Sean真的招納他來香港 他也有權不得 明知道我們在這裡還要來 會不會有其他的目的 我一直都要留意他 這幾年他的生意重大 到處都有生意 如果來香港是純粹招商的話 也有可能的 我還是希望自己嚇自己 不過以防萬一那個飯局 不如不要去 不見他就最安全 不行,我們不可以反應過敏 飯局我一定會去 最多以不變應萬變 阿珊 韜哥哥… 機哥,韜哥 你想來嗎? 剛剛到而已,走… 好,你說是我們特別守時 還是那個Sean根本請不動人? 不奇怪 現在正在跟印尼的超級大猛人吃飯 而Song的Callagent 那邊可以請人動嗎? 叫你做點事,搞這麼久 等那邊吧 先來… 各位伯父,我準備了一些紅豆 西班牙黑毛豬火腿和芝士 大家在吃飯之前 不如先喝酒聊天 怎樣?你那位印尼朋友是沒空的 還是有重要會議在開開? 不是呀,韜哥 Sapura先生來了,不過我剛去到小秀街 回來…我給大家介紹 這位是Sapura先生 這位是鄧先生 鄧先生,你好 這位是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那邊是翁先生 翁先生,你好 你好… 這位是喬先生 喬先生,你好 客人… 坐下,大家慢慢聊 來…坐… 好… Sapura先生雖然是華僑 在印尼生活了這麼多年 沒想到廣東話還說得這麼好 我在印尼那邊都是說國父話的 所以沒生疏 你早前在經濟雜誌那邊訪問 我看過了 最先你在跟人家開閘,霍霍起家 然後現在在印尼商街 可以舉足輕重,白手興家 跟那些富二代擦天董地 學習吧,世辰 正在學習的…基哥 國長,其實說起來 當年還是要多賺我一個叔叔 他幫我一把 給我機會做出租的士生意 才叫他賺到第一桶金 你要個人本事 生意才可以越做越大越多元化 邦邦,你真是非常英明 因為Sapura先生 無論是在糧油、橡膠、地產、基建 或是真的飯飯店 他做哪一飯就賺哪一飯 還有,每一年捐給慈善團體的錢 還要一年比一年多 Sapura先生做這麼多善事 真是有善心 所以印尼全都出名了 大慈善加一個 有能力就幫幫人家 這些去明都是別人給的 不是的,Sapura先生 有料才揭替這個名字 所以印尼政府才把擴建貨櫃碼頭 這麼大的項目 批了給Sapura先生做 其實是政府看過我公司的計劃書 覺得合適 這個項目是跟新加坡、台灣的財團聊的 不過剛巧讓我認識到San 他就大力向我推薦你們幾位猛人 我也想和你們香港人合作做生意 儘管過來和你們聊聊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這麼好的項目,我們當然會有興趣 那就最好了 可以和你們幾位香港精英合作做生意 相信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好…以後有錢大家一起找 那就一意這麼說 既然大家有興趣 待會兒我叫我在手 設計劃書給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今晚認識到新朋友這麼開心 待會兒要多喝一杯 先說明,公事就談到這裡 接著就指譚風月 好…一邊好… 來…這邊… Sapura先生… 不可以… 隨便… 檢查… 預祝我們將來合作愉快 乾杯… 乾杯… 聽你這麼說 他昨晚整頓飯都客客氣氣 當是不認識你 會不會他咒忌昨晚人多,所以… 我真的這麼想 我以為他看到整個房間都是人 就不認識我 但是後來臨走的時候 阿邦他們一個月出了房間 不是說電話就去廁所 好,有幾分鐘連阿翔也不在房間 但是他也白色 好像跟我錯相識似的 隨便吧,既然他當不認識 我們就當不認識他 這倒是 起碼我想多了 他們在香港實在是招商的 希望如此 不過小心,必須萬一說 他這個項目找來研究一下 看看中間有沒有問題 何幫有困難?不用怕 碎通才無幫到你 記住,一個電話即時可以 臭妹妹,剛才說我多虛弱 我三位同事經常問我 他是不是真的還是我上鏡? 我也想知道 最近只是看電視才看見他 很久沒記住人了 什麼?常不回來吃飯嗎? 何止不回來?24小時都不見人了 最多只回來兩小時 洗個涼換衣服就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當我這裡是酒店 酒店也不如 住酒店顧起床都在這裡睡覺 他又回來睡覺嗎? 還沒這麼忙?很多工作嗎? 他在嘴巴說要工作 實情不知道他去拍拖還是去玩 在傍晚大約五點鐘 一輛私家車懷疑入錯線 失控撞上行人路 並無傷及途人 後來證實 邵氏車輛大術警方保護證人組 駕駛邵氏車輛的警員受罪輕傷 現場交通一度濟失 怎麼這麼不小心? 不知道會不會撞到人了 給點不小心可大可小 如果有老闆在車裡, 幾乎處分 怎麼樣?收錢 旺角WP撞車的事你知道 看有新聞, 哪個團隊的? 就是我們的團隊, 巴打開車的 不是吧? 他最近不知道搞什麼 經常失魂落魄 幸好那時候不是載著老闆而已 頭, 你有空找巴打聊天吧 有空, 我和他聊, 放心 放心, 再見 爸爸、媽媽, 鳳梵一個來了 馬上走, 很難不見, 姐姐 你答對了, 我們剛剛開飯 幫我探望你們, 媽媽 不用了, 我不吃了 我回來換衣服就走了 你又在哪裡? 我剛剛在附近發言廣告 現在約了導演和廣商 下去搶機吃飯 有車樓在等著我 我不趕著, 以為你換衣服 來, 乾杯 表哥, 我趕著換衣服 我有事要問你 我真的很說話 馬上撞車關你事 他什麼情況? 新聞說輕傷而已, 沒事的 那好吧, 我們很久沒聯絡 沒聯絡?那不是你男朋友嗎? 對, 我這麼多個男朋友 有事其中一個, 但現在也不是 那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適合的感覺就分手 什麼不適合的感覺? 你真是玩人嗎? 我就是不想玩他才跟他分手 你也知道我現在多忙 又拍攝音樂錄, 又拍廣告 我現在眼前有很多機會 我知道我一定會紅, 一定會上位 那就是嫌人 表哥, 你別這麼老套 現在不是嫌不嫌棄的問題 而是我跟他接觸的事根本不同 大家的生活圈子也不同 但是距離只會越來越遠 這樣走下去只會只是個頭路 就很心分手了 那你有沒有跟人說清楚? 西九無神分手會傷害的 跟他說了九次, 說得他也聽不入耳 他要傷害我也沒辦法 現在傷害比遲點倒楣 那巴打真是因為實戀, 搞得撞車了 他撞車沒人想的 還是那句話 現在傷害比遲點倒楣 撞車比撞機更好 表哥, 我真的很趕時間 我要換衣服, 走吧 薛Sir, 又來坐吧 兒子, 薛Sir來找你 出來見人吧 薛Sir, 你慢慢坐 我喝杯茶給你 謝謝 怎麼樣?什麼環境? 什麼環境?還職調查 柳Sir怎麼說? 還有什麼好說?辭職吧, 喝茶 媽 媽媽, 還會叫我媽媽的話 就應該聽我說不要當警察了 老婆就幫忙 我都說了當警察很危險的 你又不聽, 現在來過天了 都叫你別混了 不要當警察了, 屁股別混了 媽媽, 你一到一刻說話 都怪你煩煩而已 別管你這麼多 你也經常叫我別管你 不管不管是否要等到糟糕才來 是你 免得跟你說 我走, 我再說 你每次都是這樣 說你一定是走了 好… 不好意思, 薛Sir 不要緊… 兒子, 你要找錢聽媽媽說 想到什麼? 真的不當警察? 我辭職信也寫好了 你有沒有冷靜想清楚? 剛才從頭到尾都不想我當警察 賣人從小到大, 哪有聽她說的? 這次就當上下去意 賣店, 賣完紙筆拆紙膠 有空的時候又跟街坊打吵架 甘心了嗎? 那不就是不甘心了 不甘心幹嘛要放棄? 現在不輪到我不放棄 本來打算有得升 總可以押回租做的 不甘心, 但那個底花了 還哪有得升呢? 現在去店裡幫忙 很像是屋村文具店 但是畢竟是老闆仔 可能店裡越做越大 到時慢慢租做, 還好 你還打算租做? 我對租做是真心的 你在警校宣誓要做好警察 還是宣誓要追求女生? 你現在還不接受現實? 你立志要做好警察 他立志要教過有錢人 大家這樣看好結果 失戀頹口正常, 我不會看不起你 但是你為了女生放棄理想 我真的看不起你 老頭 不要叫我老頭 只有他二十多歲 封找不到另一個好的 為了女生放棄自己的理想 拜託你以後不要叫我老頭 怎麼樣?做警察還是賣賊膠? 那當然是做警察 那拜託你回去撕了一張辭職信 怎麼樣?總有意嗎? 我現在的底確實花了 你是WP沒有前途的了 花了就不用做 就早點重新來過 這樣我回去問潘Sir 試試能否把你調來重案組跟我 好, 跟著頭, 我一定賭老命 我還可以叫你頭, 好嗎? 叫吧 你收到我這封信, 是不是很驚訝嗎? Kelly說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還拿起筆寫信 笑我是出土文脈 她說發個電郵就行了 不過我始終覺得電腦打字冷冰冰 不及白紙黑字一筆一畫地寫出來 而且這封是我給你的第一封信 我真的很想, 很想親筆寫 我手術很成功 醫生說手的赤神經可以完全修補 過幾天就做物理治療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好聽醫生說 快點好回來, 快點出院 因為我真的很想念香港所有的事 信裡的那張照片 是我趁日落的時候 在醫院後山拍的 我覺得很漂亮, 漂亮得像一幅畫 我很想…很想和你分享 發展部研究過Sappura的計劃 他們分析過印尼政府的審批報告 和全球貨運業的發展藍圖 都認為這個項目的前景的確不錯 他們就這個項目做風險評估 計算過投資回報比例 都認為這個計劃絕對投資得過 行了, 我會再研究 好, 娘, 你先回去吧 是, 條衣 大哥 那個計劃這麼適合 看來他真的一心想做生意 是我們想多了 其實也不奇怪 既然有錢大家一起找 其他事就可以放在一旁 這次碰到正應該是巧合得來 這麼說, 我們整天都會下水了 雖然現在看不到他有什麼鼓環 大哥, 我不想跟他拉出任何關係 這壹事我們不會做 小心洗得萬年算 但是這麼大的肥豬我們不吃 人家看起來會很奇怪 小心處理應該可以的 好, 怎麼回事 以後有生什麼事? 是有新同事 我幫我真的跌倒過來 本船適合批的 霸佩的水姐這次真的撿回身材 不然老頭幫忙 他真的要回去幫他媽媽 別殺紙膠 是呀… 林太太, 坐下吧 謝謝… 這位林太居留下報案 他兒子兩年前意外被車撞死 他不是意外死的, 他是被人謀殺的 謀殺?不是說兩年前交通意外嗎? 是呀, 到時的案子是這麼閉嘴 但是這位林太說他有新證據 是呀, 我有證據的 這封信是我今早在信箱收到的 是當年撞死我兒子 不顧而去那個司機寫的 他說他兩年來都沒睡過 所以特地寫這封信給我懺悔 他說是有人指使他這樣做的 但這封信沒有說是誰指使他 你有沒有懷疑 誰和你兒子這麼大熟口殺他 一定是他公司的人 因為我兒子知道公司很多重要的秘密 所以他們殺人滅口 是呀, 我今天看報紙 知道他們的老闆回到香港 你們快點去抓他 你冷靜點, 慢慢來 你把事情長長細細地跟我們說一次 我們已經翻查過兩年前的車禍資料 死者媽媽當時已經堅稱 說他兒子並不是普通的家風意外 而是謀虛謀實 但只不過我們一直以來 都找不到邵氏的司機和新證據 那暫時有沒有什麼新的線索? 根據死者媽媽的口供 他兒子長住在印尼做事 直至兩年前 他聲稱發現公司的機密 所以自公回到香港 而他兒子就是在印尼庫商 Sabu La公司做核數 剛好Sabu La最近來於香港招商 而這個時候 這宗案件又說有新證據 這宗案件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是惡國劇 一是是邵氏的司機真的良心發言 想趁這個機會揭發這件事 不過無論如何 既然有新證據 我們一定不能調以輕心 一定要按照正常程序來做 我已經叫了守租拿一封信 去鑑證據檢查驗手指木和筆證 看看有沒有什麼蛛絲抹證 另外我叫了一位手足掛針針拿了料 看看有沒有人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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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聲 不過這次的案件牽涉到和國公司 看來你要聯絡國際刑警拿些料才行 還有,既然Sabu La來了香港 也應該找她談談了解一下 是,Sir 不好意思,許Sir Sabu La先生還在開會 不如我幫你們再約另一個時間會面 不要緊,我們可以等 等Sabu La先生開完會之後 我再通知你們 有沒有這麼長期 待會問她的事,她不要十分九不答應 她說她會不會是耍耍的 給點耐性 全球的基建來,真的不是很好嗎? 印尼的發展還會比其他國家好 至於細節的問題,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沒問題 有什麼下次再談? 好,下次再談,我送你們出去 Sabu La先生 我送他們就行了,你上房休息 好啊,好行 好,再見 再見 好,再見…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好,再見 Sabu La先生 我是香港警察總區重案組 去衛心高級督術 好 你好,去督衬 你好 好 這兩位是我同事 坐下慢慢說 好 幾位想喝點什麼? 不用了 對了, 你們這次來是什麼事? 你公司有位叫Alex Lam的會計師 在兩年前遇到車禍喪生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有, 有印象 我還記得還叫他送了一張花圈 真的很可惜, 一個大好青年 突然飛來環窩 不過現在有人提出新證據 說他的死未必是意外 背後可能有人指示 有可能是謀殺 是嗎? 所以我們警方循例也想你提供資料 給我們協助調查 不會阻礙你太多時間 當然沒問題 死者生前是處理哪方面的數目? 如果我沒記錯 他應該是負責我們公司內部的帳目 他這個崗位會不會接觸到 你公司的很多機密文件? 主要都是帳目裡面的機密資料 而你所知 他在公司有沒有跟人有爭執 或者甚至有仇口? 對不起, 這方面我真的不太清楚 在他辭職之前 他的工作表現有沒有什麼異樣? 或者在情緒方面有什麼不正常? 應該沒有, 我還記得 我們公司的財務總監 在他辭職的時候 還說過很難會請回一個這麼幫手的人 你對他的家庭背景清楚嗎? 其實我們公司有這麼多員工 我都不可以每個都認真去了解他們 我剛剛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拾保留先生 各位這麼久? 別客氣, 希望我的資料可以幫助你們 盡快捉得好空想, 把他承知與犯 不過我們警方有可能再次邀請你 幫我們提供資料 沒問題, 我很樂意跟你在警方合作 謝謝, 再見 不客氣了 除了拾保留先生之外 我們還跟他公司隨行的高層談過 他們都說對這個會計師的印象不深 不是很熟, 只是普通同事一個 所以根本就提供不了任何資料給我們 鑑證那邊呢? 鑑證那邊在林太的信封找到幾組子幕 暫時可以證實其中一組是屬於林太 至於其他的都還沒查到 我也掛了外面的針 沒有一個堂口有料到 那就是全部吃飯果了 許Sir Karen 這些是郭靖警生英國 全部都是薯布納本藥 和許公司幾個高層的資料 還有幾塊 Karen, 你說笑而已吧? 辛苦了, Karen 不辛苦, 連許Sir也知道我辛苦 剩下午茶就再拿吧 你這麼辛苦, 下午茶隨便叫 一會兒給我送 謝謝許Sir 那我出去拿幾塊藥來吧 謝謝 這雲金 金的, 粉金同味, 來, 起一一份 師姐, 吃完東西吃 大家吃快點做事 是, Sir 有什麼? 阿桃, 兄弟去買飯, 你想吃什麼? 十點多了 多虧你剛才拆了地吃七下午茶太豐富 現在真的個個都不知道我了 看來也有迷糕了 今晚出去吃吧 我去拿大架 謝謝阿桃 三十多年前, 薩布拉出那件這樣的事 什麼事? 她說有個香港女人在唐人街大抄大鬧 貼了大字報 我說薩布拉是浮心漢, 還要見她 三十多年前, 薩布拉才剛發色 在唐人街開始有些名字 然後就說那個女人被警察拘捕了 沒了下文 究竟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沒說的, 我只是說姓柴 姓柴?香港很少有的 姓柴? 這個簽名所熟練 我怎麼見過呢? 我記得在喬小姐石澳溫舊屋裡 見過一張小學的成績表的家長簽名 好像跟這個差不多 我去WPU看過一份報告 不過, 喬江山死了的老婆 好像是姓柴 阿頭, 姓柴的已經這麼少有了 算了一年多, 三十多年前的那位喬太太 那歲數應該跟她差不多了 你說她不會 既然找到, 沒浪費時間 要找手中, 先把問法盡 盡量給我多畫一些料出來 沒問題 還有, 明天去婚姻註冊署 找喬山和前喬太太的結婚證書出來 拿給鑑證對比一下 看這兩個簽名, 是否跟她有貨人 是, Sir 那頭, 你想吃什麼呢? 他去買那個醬汁給他 好 阿師姐, 麻煩你拿給白胎 他要找這間華文智聲的人來報館 畢竟是Sabola的所有料料給我 是, Sir 謝謝 謝謝 近多位, 伯父 你研究完Sabola先生擴建貨櫃碼頭的計劃之後 你們那裡怎樣用? 我是找人評估過 這個計劃潛力很大, 我決定接著 我也有興趣 那就預賣我吧 好, 以後就一起有錢大家找吧 好… 乾杯… 阿桑, 你這次將衣服演出好戲 我都說阿桑聰明了 兩位伯父過獎了 多年來都是這麼多位伯父看著我 我是時候應該報答一下大家了 但是日後還有很多事情 要跟這麼多位伯父學習 別說你了 我也是第一次跟香港人合作 香港人出名是頭腦靈活 我也要趁機向大家偷偷 說得轉數快, 有邦哥和山哥在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認識呢? 何嘗, 你還沒表態, 去不去吧 我都幫人研究過 這個項目的確確是會報很高的 但是我美國上市公司 在未來一年有幾個大的項目 我們留下資金作為備用 所以唯有引動國外 對的… 當然是以自己公司的發展為大全體 不要緊的, 來日方長 說不定日後還有機會合作呢? 對, 沒錯… 山哥, 你不是剛才說贏夠吧? 可能天天看到山有金也撿不到 剛才給我餵獎了 來, 喝杯… 喝杯… 這次真是名符, 其實喝了一杯囊 這次的星期避過了 不過看來我們跟Sean就要保持距離 說到底Sean是跟他賺錢的 你還敢這麼爽忌他? 雖然他這次來純粹招商 沒什麼其他目的 不過交往就可面侄面了 這倒是, 但是他找人泵水 你不下答, 他沒詐形呢? 本來我也擔心的 想要用什麼藉口推掉他 誰知我幫他三個傢伙扣著應頭 幾乎超額 他們大家都認得我不玩 費時分多份嘛 反過來想, 他也想對你敬而軟之 一句話說, 老四不相往還 大家安樂一點 不過想想想這麼大的生意送上門 吃不到真是…有點肉痛 肉什麼痛? 就算被你賺到 頭暈身定, 腰酸骨痛到時候更慘 對 那倒是, 賺了以來看醫生就不值得 還要打的, 一句話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最重要 是 我剛才在樓下又撞到林太 他又來問我們 他的兒子打暗查得怎麼樣 我安撫他, 說說說, 他的電話一響 他一看到來電顯示, 臉都青睫 我知道為什麼了 一定是他死了的兒子打電話給他 是不是? 要找就先找你 兒子就是兒子, 不過是兒子 我看他閃閃縮縮縮, 就戳一下他 戳兩戳就什麼都說出來了 原來那封懺悔信是假的 是林太教兒子替他寫的 林太教什麼? 他說這兩年用了很多方法 想替兒子申冤, 但也不行 教兒子模型的司機寫一封懺悔信 打算可以引起我們警方注意 幫兒子開發發 那林太和他兒子這樣做就是報假案 我們可以告他浪費警力 他知道, 所以剛才他哭了口地求我 說兒子從小就什麼都不知道 叫我們千萬不要告他 小就說不懂 林太這麼大個人, 知犯犯法 也難怪的, 我想林太太只顧著兒子 畢竟她寡母婆那麼辛苦照顧兒子 無端端死, 樣子都很慘 是呀, 之前我姐姐抬了個B幾個月 之後流產也抑鬱了一年 更何況兒子照顧了二十多年 阿頭, 林太還在樓下 那你下去替他下訓, 脫下口供 我去請示潘樹看怎麼做 是, Sir 好了, 剛才師姐說 今天可以準時收工抬頭 好, 終於不捨得殺虎華的資料 這幾天看到我眼睛都蒙了 我真的要打個骨頭 我一坐到腰酸骨痛了 你還咬由我的肚子 太好了, 我今晚約了女朋友吃飯 不是什麼事 鑑正科王Sir 幸好師姐姓木懂得坐下林太太 才識穿整件事 我想林太太受過這個教訓之後 以後都不敢再犯了 潘Sir 是不是真的要起訴他 算了, 這次給他警戒 這宗案件正式結封 是, Sir 潘Sir 我們在查這宗案件的時候 梅姊中發現了這件事 什麼事? 我查查柏拉的資料的時候 發現了一份三十三年前印尼華文展報 說一個女人在唐人街大吵大鬧 貼大字報說柏拉是感情騙子 貪身王駕 這些是三十多年前柏拉的桃色糾紛 有什麼關係? 我沒發現大字報裡的簽名 跟喬江山過世太太柴靖子的簽名 是極之相似的 所有找人找了柴靖子的簽名出來 被鑑證那邊做了一個比對 鑑證那邊打了你 說這兩個的筆跡 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所死的 真的會這麼巧合?你怎麼看? 我估計喬江山過世的太太 有可能跟柴靖子曾經情侶 但是不是同色糾紛就不得而知 既然剛好兩件事都跟柴靖子有關 那不如把資料交給CIP 看看跟著有沒有資料 是, Sir 我在印尼新興建的六星級度假酒店 每一間房都對著酒店的私人沙灘 每一間房的樓底三米高 服務員和餐廳廚師 全部都在其他頂級的酒店裡叫過來 下個月酒店的水族館還開了 也見到客人的 是呀, 伯父 新聞提過的 全亞洲第一間有水族館的酒店 就是Sapura先生開的 你們有時間的過來玩 我安排的私人飛機過來接你們 那也好 我們順便去看看那個貨界碼頭 那不是, 趁人齊約定的時間 免得再約人進去 你想怎麼這麼急?都被人簽約了 這份盒藥隨時準備好了 稍後我叫助手給確認的版本你們看 是呀, 打鐵趁熱 這兩天給律師看 我們下個星期一就可以落實簽約 之後我們再約時間 你們過來印尼 讓我這個主人家好好招呼你們 好… 先讓我先讓我先 對了, Sapura先生 你這幾天不是要回印尼的嗎? 但是星期一你趕得及回來嗎? 沒問題 星期一之前我會回來香港 這就對了 我認識幾個財經記者 我叫他們放點風出去 這個消息一出 保證你的集團股價上升 放風這麼小, 要搞大它 堂堂堂堂開記者招導會 幫我拖著造行的勢, 好嗎? 好… 這件事交給我做 時間更早, 吃飯了, 五三、五四 不如我們先坐下Dee 好呀, 召喚阿珊哥 不用召喚了 我們三個跟Sapura先生就夠了 不要召喚了 阿珊, 這次不同的往日 他不喜歡坐下Dee 喜歡玩泡球, 沒關係 不要緊, 我們另外找過那些Dee 叫做Dee的一樣 Sapura先生, 你也玩嗎? 玩, 我也喜歡坐下Dee CIP那邊根據我們給他的資料 查到一些新的線索 原來1979年2月20日 尤馬Dee有一宗打劫戒犯車 總共有三個匪徒 搶救車上三百多萬現金 而當時還會是喬太的齊政資 就是戒犯車公司裡面的民縣 他是少數知道戒犯車行車路線 以及時間的人 所以警方一度懷疑他是來應 也找他問過話 不過後來沒有足夠的證據 所以沒有正式起訴他 那這案子也沒破案? 還沒, 三個匪徒, 一個都抓不到 現在他出入境紀錄 齊政資在同年的12月2號 也就是案發之後的大半年 他的確曾經出過境, 去過印尼 印尼的新聞是10月4號 那就是引證了在印尼唐人街 鬧事的那個女人, 就是柴靜芝 如果柴靜芝和Sabola是情侶的話 那柴靜芝在唐人街大吵大鬧 說要踢爆Sabola的真面目 難道就是要說這件事? 有這個可能 不過還有一件事更加巧合 在柴靜芝去印尼的同一天 有一個男人也去了印尼 而他兩個人剛巧在同一天回來香港 而這個人就是喬江山 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 他們倆是一起去印尼的 潘Sir, 即是懷疑 喬江山有可能打劫介盤車童金? CIP的同事曾經追蹤過喬江山的背景 發覺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提過 他是來自下階層 但是他如何得到第一痛金 從來沒向人提過 也就是說他由窮人到發跡 中間有一段時間提空白了 所以你懷疑 這筆介盤車的裝款 就是喬江山的第一痛金 那喬江山這三十多年開始發跡 時間上有問題嗎? 當然, 這些是純粹推測很實質的證據 而且這年代久遠要追查也很困難 不過CIP會紀錄在案 如果遲些有更多線索才再開報 潘Sir, 既然我們有這種懷疑 剛巧我之前又保護過喬江山的弟弟 喬江河和他的女兒喬子 不如讓我跟他談談 當作給他一個機會澄清吧 那也好, 對他們公平一點 你找他們談談 進來吧 喬先生 喬先生 坐 找我有什麼事? 其實這次我們也不算是查案 不過剛巧在查另一宗案件 找到一些資料是和你有關的 所以你了解一下 我可以怎樣幫你? 其實這次這件事 和印尼富商Sapura先生有關 最近你們好像有點亂奴 是, 上次我在酒店和Sapura 和幾個生日上的朋友見面 都見到你了 是, 那你們認識了多久? 就是這次他們來香港集資 我見過我的世侄才認識他 我們警方打聽過 知道喬先生你向來 沒有跟Sapura先生不覺得 不過我們警方查到 你應該早就認識Sapura先生 為什麼你這麼說? 是因為你過世的太太查證資 曾經跟她情侶 是, 繼續吧 當年柴靜芝還沒拳太的時候 她曾經去過以來的唐人街 大吵大鬧 唯有見Sapura先生 而她出入境的日子 和你剛巧是完全混合的 所以我們相信 柴靜芝和柴靜芝的爭執 你是知道的 換句話說 你是早就認識到柴靜芝 而這件事大半年前 柴靜芝曾經有一宗戒歡車劫案 柴靜芝被懷疑 替匪徒做內應 而被我們警方扣查 雖然最後證據不足 但是最巧合的是 喬先生你沒多久就發了職 你們第一桶金的來源 你從來沒跟別人提及過 種種的巧合 所以才令我們警方去懷疑 懷疑我的發職 跟莊盤有關嗎? 換句話說, 你們懷疑我和戒歡車劫案 有關 所以我這次來想了解清楚 要變過幾次 放誤到珍惜的意思 失望太多 就是多一次 不捨的試煉 不可揭示 追著緊的事 已經錯過無可知 請讓我將心中拒絲 認真告訴你